登船不绝 而当时的老方丈不仅是佛学大师 也是有名的大学者 毛泽东与萧子生慕名拜访 与老方丈畅谈人生与佛学 老方丈又是智慧之事 并且您对当今社会有什么看法 老方丈以长语解人生 给纪念毛泽东与启迪 而毛泽东也以自己的勇气和学识 赢得方丈的赞赏 老方丈还留二人在寺中住了两晚 围山之情给毛泽东深刻的印象 1956年 毛泽东还亲自叮嘱 宁乡县委书记张赫廷 围山是个好地方 有个秘印寺 一定要好好保护 青年的足迹 崇祖伟人游学路第四站 宁乡维山 水仰坡地地域沃土亦更亦重 传说顺地及其儿子维曾相中此地 来自开发 故名为维山 大维山常年云遮雾绕 实乃一片人间仙境之地 几千年来 大维山人守着这块宝地 安于耕种 自给自足 踏寻伟人足迹 路由青年学生游学至此 来感受这里悠久的历史底蕴 与人文气息 而热情淳朴的维山人 有着他们特殊的迎客方式 擂茶 我这怎么导都跟那个导三女似的 还得您来帮我示范一下 手艺事不一样 您这工艺就真的是特别棒 我一直在就好 青春女的就好凉 对对对 阿姨现在其实在做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著名的 维山雷茶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 也是维山的雷茶一条街 这个雷茶的制作工艺 非常非常有名 在维山呢是代代相传 据说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你看我身边这么多师傅 都在制作雷茶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青年嘉宾 真的是有口福了 来来来来 面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已经喝上第二碗了 这个真的是不等我呀 什么感受 要不先喝一口 我先喝一口 我先喝一口 真的特别好喝 今天本来天气挺冷的 但是喝完了两口之后呢 感觉身体暖和了很多 我们其实都特别想去学一下 怎么去把它做穿 维山已有上千年的传承历史 在维山几乎每家每户都深爱 维山的制作工艺 维山人历来淳朴善良热情好客 因此每逢亲戚朋友 甚至要是熄来的熟人到家 或有工匠在家 都要烧死维山进行款待 青年学生刚到维山 就喝到了雷茶一条街阿姨们 制作的手工雷茶 坚甜可口的雷茶 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主持人带着青年学生们 拜访了维山雷茶的 非遗传承人高佩山 这个维山雷茶是什么时候成为了 这个长沙市的非无质文化遗产 2014年4月16号 拜扬山市拉入第四批 非无质文化遗产 那之前它的历史能到什么时候 同时还是 这个民事的时候 他们呢 去这里呀 去一个造作 撒完 有这个些名根 丢子啊 芝麻啊 花生啊 就这超步 因病人 今天我们这个维山来做 鸡子不是很详细 就是口腾 但具体有哪些原材料 我觉得还得您详细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 山姜 黄调 玉米 黄豆 花生 芝麻 生姜 玉米 绿豆 炒米等 这些都是雷茶的 必给原材料 这些材料 要先放入锅中炒熟 因此雷茶色濃 味道香甜可口 营养丰富 其中 食材中 并不可赏的就是新鲜茶叶 那这个茶叶它有没有讲究没有 一般这个新鲜茶叶 我们是要采取 两年以上的这个老叶子 味道好些 所以我们现在喝的雷茶 是一五年的雷茶 有年 之所以搭配这个是有哪些作用吗 这个三斤它就是三斤之口吧 日米 玩出来就是 这个您用多久了 这两根棍子 雷棍 十年了 自己做的还是您传下来的 您的长辈 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 那这个呢 这个是萝卜吧 对 你们自己看 那边是纵横交错的纹路在上面 食材准备好后 一个雷波 一根雷棍 就可以开始雷茶的制作了 先将茶叶去精 放入雷波中盐碎 再加入花生 绿豆等 继续雷成茶浆 让原材料的清香在雷波中充分融合 别看师傅们雷起来很轻松的样子 可是因为经过了日复一日的锻炼 雷雷茶讲究手法和力道 加上石木雷棍的重量 雷起来可不简单 这个茶叶把这个筋把它剥掉 那是叶子放进去就开始雷了 把这个茶叶垂下来就把它放芝麻 那里捣碎了味道就出来了 芝麻垂下来就把它放进去发生吧 那像做这么一份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这时要半个小时 那这样吧 就是让高老师和江老师各带一队 然后呢手把手教他们 让他们开始制作一下 始终就磨不碎了 始终就磨不碎了 我们再追赶你的镜头 那我要快点了 还觉得现在是雷不冬了吧 这是个利器活 这个真的是累的 拿口语11笔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拿热水来冲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都是特制的工具 都是特别有讲究 直接可以咬出来就可以喝了 是吗 对 这两碗肯定特别浓 我们这个感觉是 那个茶叶的量更多一点 我们这个以雷茶代酒 我要感谢一下今天我们两位老师 来教我们制作著名的维山雷茶 来宁香 来到维山 一定要先品尝维山雷茶 再来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 亲情劳作之后 喝到自己亲手制作的雷茶 别提多运汇 前来游学的青年学生 也从一杯雷茶开始了解了维山当地的风土人情 而从雷茶的用料和制作上来看 也体现了大维山人的纯土与时代 其实咱们在维山除了之前喝到的这个维山雷茶之外 民间还有一些手工艺术是非常有名的 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维山的根雕艺术 根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 是以树根的自生形态及七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 通过构思利益艺术加工处理等 创作出艺术形象作品 在宁乡圍山有这样一堆父子 他们每天与树根木头打交道 废弃的树木朽木经过他们的加工 就成为了栩栩如生的作品 他们就是维山根雕的传人 李左强 陈水平 师傅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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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位师傅姓陈 陈师傅 是我们这个维山根雕的手艺的传承人 这就是我们旌旗加根的一些产品 公交 现在正在坐着的 对对对 这是小伙 不行不行 绑不起来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树根 碎寒三有 对对 碎寒三有 我刚发现了 他们现在第一个反应就是 怎么这么大呀 这个形状比如说是您加上的 还是说您是在原有的 跟到基础上一点点打磨出来 这个基础上加的没有拼接的 这个是不能拼接的 那这个算成品吗 这个是半成品的 我们首先再看一下这个十八罗汉了 十八罗汉 对 这个也是一个整体一个树根加根加根的 这么高是一个树根 对一个树根 多大的树根呢 这个应该有两米八高 应该有差不多三米框吧 真的这个规格在您的作品当中 您觉得是最大的吗 是最大的了 那这个已经做了多少十张了 这个已经做了将近有半年时间了 半年是做 是做 然后它是构思大一块 哇这是耗石 然后炮光啊大木啊 这个也是耗石的 如果说问一下市场价格的话 在市场上能买到什么价吗 市场价格的话应该是十一块吧 十多万 对 吓我们一跳这个 您还有一些平时的作品 能给我们一块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哇塞 都好漂亮 走进李佐强的家中 一件件根雕作品 琳琅满目 这些均出自这两位 民间老艺人之手 微妙微笑的人物雕像 栩栩如生的鳄鱼 凭借着这些优秀的作品 两副子也是获得了许多的荣誉 像您这个手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承下来 应该有40年了吧 像您的话 从您父亲开始学的话 是学了多少年了到现在 我到现在做了将近快10年了 现在您还会自己去挖树根吗 对啊 还会自己去挖树根 对对对 自己去挖 学习根雕第一步 挖倒树根 找到一块致密形状奇特 且满足雕刻条件的好树根 往往是根雕艺人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因此李佐强陈水平两父子 每天的工作 不是在家雕刻 就是在寻找树根的山上 维山的大好山林 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林佐强是易阳安华人 自小跟随父亲学习根雕艺术 入坠上维山之后 又将根雕手艺带到了维山 将手艺传给了儿子陈水平 同时带动了维山根雕的发展 好手艺靠代代相传 因此挖树根李师傅也是靠船身手 好的根都长在悬崖峭壁上 或者石头缝里 所以挖树根也是门考验耐力和演力的技术活 再来就做 这个树呢 这个木子是浮小的 这个木鱼如果不挖到飞去做根 它也没有什么用 它这个山里已经是浮小的 那一个山里 这个木挖到飞去呢 可以做根 一边的这个道 这个木鱼呢 这里一个腿 这里一个头 这里一个道 这里呢 可以做一个酒 这里一个酒 这些木鱼 我家根里要做一个木鱼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走走 这不少树根呢 我们挨个给它们发一个 然后呢 让你们和老师一起来构思一下 挖到根雕之后 首先一步就是构思 这就是考想象力的时候了 因此根雕 其实不仅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种文化的延伸 我觉得我这个是最独特的 然后首先看它的形状 我觉得比较像一个高跟鞋 这样放着 我觉得可以像那个 在海里运动的一个海狮 对 这个特别形象 我这个跟它一样 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形象 那个猎枪有没有 吓我一跳 我认为你跟它一样 凑一双高跟鞋出来 这个猎枪太大了 恍人大悟 你觉得呢 你要做什么呢 手铁弹吧 你们这是要做一个配套的无机车 学会了构思就要开始动手了 接下来青年学生将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 学做最简单的脸碰 可首先这根雕的工具就吓到了学生们 光错刀就有几百种 且每个刀具的功能作用各不相同 熟练掌握每把刀的使用 都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先示范一下 首先要把这个 它是打打的 是不是 把那个 打这个好多声 大家形象了解了 照着这个线打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拿下给它看一眼 你看这边做的酸 是在加工当中 但是你看得出来它是做的什么了 就基本这个型已经大体有了 你们就是先照这个第一步 先把这个给刻出这个样子来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方法好 这个方法可以 青年学生沉浸于手工制作的满足感 不知不觉以全身心投入 跟钓艺术 跪在胆大兴系 每一锤子的另一道深浅 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好坏 这个它 它其实还是一个体力活 但是费的是巧劲 看一下我手里做的这个 舒服也是 用它的话说就是很随意 也很慢的做了一个作品出来 但是这个脸棚的形状非常的明显 做的很好看 你们再各自展示一下现在你们做出来的 这我们这小组做的 我们是绣真板 对老师帮忙把我们一个轮廓给做出来 不管怎么说你们第一次做的话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我们这个莲花其实不是这样看的 是反过来看的 这是个底座 我们这其实是块钉板 看起来跟雕那么漂亮 在师傅手上很很轻松就能雕出来 我们自己尝试一下 特别费劲特别难 你看小小的一个脸棚 其实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 然后但是我们亲自去动手起来 并没有说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动手做起来的时候 觉得做这个跟调太不容易了 是需要长时间的耐心 保持一份激情在里面的 生活中枯木断根 似乎是丑陋无用的东西 一旦经过手艺人用形体把它真实的表现出来 就可以转化为艺术美 化腐朽为神奇 慢工出细活 这背后是民间手艺人恒定的坚持 就是作为这个群统的一个手工工艺的话 它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活 做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这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也就是现在这是我身后的一部分 我会在维沙搞一个甘鸟制作那个田野馆 谈过带头地把这个维沙那个公雕推广出去 千末交通 幸福安详 维山素有禅都小镇之称 小镇毗邻秘印寺而建 数千年来 秘印寺影响着维山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秘印寺始建公元807年 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拥有悠久历史和众多传说故事的秘印寺 也成为青年学生们此次维山之行最新神向往的地方 你好 你好 我是秘印景区的讲解员王婷 今天就是要劳烦您带领我们去探访一下秘印寺 这是我的荣幸 像秘印寺这个名字它是怎么得来的 它是取自佛教禅宗秘传心印 很多朋友看到秘印二字就认为这里是秘宗 其实它是禅宗 并且是禅宗一花五叶之首为养宗的祖庭 十方呢 十方呢 是指寺庙的丛林传承制度 也就是说寺庙的住持不一定是本院的僧人来担当 有才有德的都可以来这里竞选 是一种很开放的制度 公元八百四十九年唐宣宗遇刺四和秘印禅寺 一千多年历史中曾五次被毁数度重新登传不灭 秘印寺在唐朝时就是皇家寺庙规模宏大 占地共九千多平方米 其中万佛殿四地相见佛像一万两千九百八十八尊 堪称海内第一为世界佛寺之奇观 这个叫万佛殿 它当时的寓意是什么 这个墙壁的内侧镶嵌了一万两千九百八十八尊佛像 那这个报恩寺呢 关于这个报恩寺呢 它有一个故事 据说在北宋神宗西宁年间 林县安化梅山县遭受了匪乱 当时这个百姓是苦不堪言 太后的胞弟率兵去贫乱 反而被劫持 而秘英寺的住持景慧禅师 就率领僧众前往劝说 不仅解救了太后的胞弟 还平定了匪乱 纵神宗就加赐秘英寺 报恩寺匾额 年同一起赐下来的还有一块石碑 叫做下马石碑 上面刻着大小文武官员 至此只不下车 也就是说无论官员大小都须 下马下轿不行入死 出了古来流传的传说故事 1917年 青年毛泽东游学宁香时 曾在秘英寺住了两晚 毛主席与秘英寺的故事 也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过去 可以参观到斋堂 在斋堂的墙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文献资料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这本书是当年和毛主席 一起游学的同学肖子生所写 来到命运寺的时候呢 已经是黄昏 毛主席就提出来 他想拜见一下千年果寺的方丈 小沙迷就告诉他 有缘者呢方可见之 毛主席和肖子生两个人 一人提写了一张字条 要这个小沙迷就转交给方丈 没想到这个方丈看了字条以后呢 就要求见见这两位青年 他说这个毛施主呢 只写了一个毛字 寥寥数笔 但是呢却占三格 字体铿锵有力气势磅礴 好的我们继续往这边过来 可以看到这边呢 就是毛主席曾经留宿过的卧房 好的 我们走到这里呢 可以说是豁然开朗 看到正前方呢 就是毛主席曾经给命运寺的一句提词 圍山是个好地方 有个命运寺 应该好好保护起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毛泽东圍山之行遗存的故事 与这方美丽风景 历史文化等都激发青年学生的无穷兴趣 一百多年过去 今天的围山 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秘印寺 依然可见当年毛泽东 参观过的莲花池 油盐石等景观 寺庙虽然经过数次翻修 但比起当年则更显气派 以前是秘印寺的后山 现在是一个观音文化主题公园 哦 安爬数千阶梯 来到秘印寺的后山 在这里 围山风景尽收眼底 放眼望去 柱柱风蓝叠脆 山水相连 俯瞰脚下 千墨纵横交错 千山万水朝围山 仍在围山 不见山 等下我们可以去 那个银杏树前 去许下自己的约望 伴着悠久的重生 上寺院谷玉眉景 随意密移处安静之地 品蝉茶一味的 卫山黄茶 在千年银杏树下 许下最美的心愿 希望我的家人平安健康 一夜顺利 2017年可以过得顺顺利利 替往盛纪绝学 更希望我们的国家 也一定要繁荣长生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青山一席 游走四方 一百年后的今天 当代青年学子 重走青年 毛泽东游学之路 在传奇之地 宁静之乡 追溯历史 一苦思甜 去感受身心 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文化之旅 远离尘霄的千年古煞 一生城中 宁静至远 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 一路曲折甚向天边 层层叠脆的千亩茶园 一片绿意铺沉眼前 独具风情的蝉都小镇 一杯雷茶 暖入心田 在密印寺 品清香的围山毛间 在农间小院欣赏 围山老艺人的根雕 远离都市喧嚣 仿佛置身一处群山环绕的世外桃园 这里是围山 一个让心底彻底静下来的地方 因此 如今